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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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上一时所讲的地方 上一时讲到期计 起计 七个最根本的计算的考量 我再上回非常强调的地方 每一件事成功罵都要考慮這七件事情 因為你有一群人在一起 所以你是只有一個人在幹 可是即使你一個人在幹的話 你也一樣要考慮你有沒有到 你要考慮你的是不是有能力 有能力在哪裡 你要考慮對天地環境 你是否能夠得到它的助力 法令行不行 能不能行得通 你所用的人才在旁邊幫助你的這些人強不強 是不是好的人才 以及任何人要進入到你這個團隊來 應該事先在訓練 然後這個訓練好不好 以及散發分明 散發分明它的強調是在於 醫學員在一起你要鼓勵好的人出頭 如果是做得不好的人能夠出頭的話 那麼很多人會看樣子 就會覺得說那我合理表現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去拉關係 靠標準 這樣反而我表現更好 還能夠升上去 對散發分明的非常重要的指標 它會主導人才的走向 你能夠留作好人才在於散發分明明 這就是七件最根本的考量 我把它稱為叫最根本的考量 有些同學認為太嚴重 可是請公佑再想想看 除非你是一個人自己幹活 如果是你一群人幹活的話 你一定要考慮到最根本的七個人 否則這七個人呢 有沒有辦法共同臨為一心 去共同為這個組織去打拼 好的人能不能出了頭 他來願非出出 這都是從這根本的東西跑出來的 那我們並不是說 技術研發資金創新不重要 而是說 這些技術研發資金創新 是從這七個最根本的地方來的 那現在我們在管理學院所教的東西 都談技術 都談研發 都談資金 都談創新 都忽略最根本的這七種東西 這七個最根本的東西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 這根本的考量 沒有這七個東西的話 你技術免得 技術會被它倒走 技術會變賣 技術會出賣 沒有七個根本的東西 研發人才進不來 好的人才進來 他也很快會走 因為這個地方留不住他 資金也是一樣 資金進來的話 沒有好的人才 就把投入到好的地方去 對不對 那裂幣 足量幣 都能用一些裂幣的話 這個錢隨便投 投出去不見得賺錢 不賺錢沒有關係 因為我已經跟對人了 所以我一定會生 所以公司就變得不上軌道 創新也是一樣 我為什麼要創新 創新非常費賤人 創新是非常付出力量的 是很貴的 所以這七種最根本的考量 上一次很強調這個 很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把它學起來 不知道各位同學的經驗 那你自己想想看 哪一個部門不都是如此 行銷策略資訊部門 投資部門 財務部門製造部門 組織研發培訓人力 並不如有領導文化 哪一個部門做事 這樣說 所以 因為讀孫子兵法 談到最根本的東西 就會引發人們 非常根本的一種思考 他在想說 為什麼到今天 還有那麼多人 已經有孫子兵法 因為他直接點出了 最上根本的七種考量 而這七種考量呢 現在管理的領域裡 你什麼時候看到哪一個管理學的強調 是最根本的東西 好 那這些故事呢 像道勝和夫啊 他在20010年的時候 名為受命 受日本的首相任命 要他下去救日航 然後幾個月以後 半年以後 他就把日航轉回為營 你知道日航呢 這已經是一個長年的病科 那多少年以來 就不斷的在虧損 沒有人救了活他 可是道勝和夫 一出手 半年 就開始拿轉回為營 究竟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對航空業是完全的新手喔 他過去是做什麼 創辦金箍陶石 他在航空業的主要先 創辦第二電線KDDI 這是日本呢 數位電訊的 最賺錢的公司 在那個時候 然後他又是設立道勝財團 創辦京都賞 表彰致力於社會進步發展 並為年輕的企業家設立聖和俗 那麼氣管訓練班 擔任署長 為國家訓練經營人才 他賭進佛法 出家參財 然後當了頭上當了幾年 後來又還暑了 七十幾年 七十幾歲的時候 重新又回到這個日本企業界 然後 來救日本的這個航空業 沒有人救了 他進來 他為什麼能夠救得來 我們很快看一下 你們有機會 我把這個拖音片 upload到網大上去 同學有看嗎 有收到了沒有 有 有 有看了舉手 我叫一下 舉手有 沒有人啊 我有發E-mail給各位同學通知裡面 沒有收到 你登記給學校那個E-mail就是在網大裡頭 呈現出來的你的E-mail 所以我都是送到那邊去 如果你經常用的是個人的E-mail的話 那你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東西E-mail通知音 通知到你寫給學校的那個 你認為你的E-mail是哪個E-mail 學校活動的時候就用那個E-mail 你一定透過這個E-mail發 所以我會通知各位 我每一次upload上去 掛在網大上 我一定會發個E-mail通知給你的同學 所以你應該會收得到 沒有的話就稍微留意 好吧 收到以後可以看一下 那 那日航的問題非常複雜 主要是內病 其實航空業沒有那麼複雜 好吧 就這樣講的話 人家怎麼會說 你怎麼這樣講 但是航空業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技術 是吧 但是你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容緣太多 效率很高 那想辦法組織太膨大 把它鎖起來 因為它是一個類 類這個工部門鐵組 很像一個工部門鐵組 當然呢 靠著日航呢 像在公務員 像在公務門當公務員一樣 因此呢 公務門的一個 通病呢 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那它就呢 採取這些做法 所以不需要什麼技術 它就很成功了 把日航救起來了 賣掉一些不賺錢的地方 然後 撤銷45條航線 淘汰大飛機 改用小飛機 提升效率 所以我想這個 你們在管理裡頭 都有提到這些東西 然後 那也裁員 然後 他認為的病是什麼病 因為他說 他剛到日航的處 被日航的經營方式 嚇一大跳 公司全責不分 部門各自為證 各位同學 你只要看到哪一個公司 部門全責不分 各自為證 你就知道這家公司沒什麼前途了 因為大家是在為自己的部門 對自己的利益 在奮鬥的時候 他不會想到整個公司 整體為敵 如果有任何公司這樣的話 你要知道 這家公司就很危險了 因為各自為證 自己有自己的home turf 是吧 其實你應該是為整個公司的獲利 跟績效 來貢獻才對 而且以公司的獲利 做出負責任的 就是我上回跟各位非常強調的 就是能夠聚加於貢獻 並且以團隊的績效為負責 並能夠為團隊的績效負責 即使他的績值不高 他也必然是貢獻的 非常重要 所以為什麼企業的經營 最後能夠成功的還是少數 所以公司權責不明 部門各自為證 哪邊航線是賺 是愧沒人搞得清楚 不管你在哪一家公司 你如果發覺公司是如此的 各自為證 大家各搞各的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團隊 沒什麼前途 所以道勝認為 只有員工 只要員工沒有危機感 日行就永不翻身 就是 所以他開始 每個月要五十名主管 進行管理教育 每週他親自下去上課 上四次 教他們怎麼去管理 接著他要訓練兩百人 然後他把利他的哲學 代入到日行 他告訴員工 日行如果垮了 或是大家沒工作 日本國家的形象也會瓦解的 其他企業也會跟著成輪 所以他告訴大家 一定要怎麼立他 不能只是立自己 當你只是立他的時候 整個大娃就垮 垮了以後 就不會立到你自己 所以他上任以後 他以身作折 他不帶任何人上任 他家住在京都 京都在關西 可是日行辦公室在關東 在東京 他每週啊 都要搭日行的經濟艙 還回這兩地 那日行呢 空姐發現以後 嚇一大跳 董事長怎麼會搭經濟艙呢 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做 他不是矯情的 日行公司要是不賺錢 那董事長呢 以身做的 其實沒有這個資格 去做折腾 所以 韓公小姐感受到 日行的董事長 是如此的以身做著 所以大家呢 這個感受完全不一樣 他要讓員工相信 一定要謀求公司最大的幸福 所以每個人都要做出正確的事 那他的哲學很簡單 不要說謊 不可說謊 不可造成別人的困擾 要正直 不要貪婪 不要只為自己談算 這是他的人生哲學 他想要把這種東西帶到日行 成為他們的文化 然後他對生命的領悟是 所謂人生是上天 為了讓我們提升自己的性靈 磨練自身的靈魂 提供修咬道場 把有限的人生 變得更豐富精彩 也能夠為周遭人帶來幸福 這是他最深的領悟 那他的經營觀是 他說 受到ROE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 Return of equity 從企業經營上走 非常強的ROE 那麼企業紛紛都將自我的資金 由於你的財報數據很漂亮 所以都用在併購 擴張買公司的股票 消耗掉公司的激流 自有的資金縮水 等等你追求短期利潤的最大法 就是帳面數據要做得非常好看 短期這一年來你的盈餘要很高 這樣對你的CEO的留任與否 才最有好處 就是追求短線 這是受到歐美的經營 特別是美國 北美的經營思想影響 非常嚴重的一種 非常頭痛一頭 腳踏一腳的一種經營哲學 從輕鬆賺錢而言 ROE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要真正專注的是 企業的長期繁榮 穩定比什麼都重要 企業必須有足夠的儲蓄 以備任何的衝擊 所以同學你可以聽得進去嗎 如果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還有比如說 現在石油下跌 石油下跌以後 為什麼物價還是沒有回穩 沒有下來呢 石油下跌的人們會想到什麼 結果現在人們想到物價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回到下跌 是吧 那沒有下來人們就很懲憑 就很多的問題上升 那那些實際過億的人 他還想 他會考慮到很多 所以只要有一個波動的話 處在下方的 不利的 跟得利的 兩方就會有很多的角力 那如果他在上升的時候 又有很多的猜想 他什麼時候會下跌 所以 波動啊 不穩定的話呢 對企業來講的話 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他說 長期的穩定跟繁榮 比什麼都重要 這個當然這種思想 對於眼前 在座社會來講的話 不知道你們 能不能接受 但是他的記憶觀是如此 所以企業必須要足夠的儲蓄 然後準備任何東西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他一定會有比較多的錢 然後比較多的錢的話 他會有機會幫員工加薪 那台灣現在最嚴重的就是 就是民工匆忙 做很多工作 息水還是不增加 那就是受到這種 相反的這種經濟觀念的影響 這是他的經濟觀念 我們聽聽看 然後公司的資源表示 就是道勝一道的日韓以後 整個氣氛就變了 民工對於危機有的意識 對於企業和社會 深刻的責任人 民工的眼神都變了 所以他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整個公司的營業 改變整個公司的文化 所以他對於航空業完全是外行 還進來一出手 半年之後就把整個公司 綁了給turn around 一年以後就交出英語的成績了 日本首相非常高興 就是請他來救日韓 這個故事2001年的時候發生 到現在也不夠四五年的時間 你們很快的在網站 或者整個地方 可以找到很詳細的說明 這個故事都是上面這一句話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就是這句話的 大家要做多好事 台灣讓民 民就是你的部署啊 你的員工啊 跟上同意 是吧 就是這句話的指導 領導者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看到企業賺錢不加薪 員工幫你幹活 所以員工雖然領到微博了三萬四萬的薪水 可是你的獲利你的股東去得了多少錢 就是他沒有想到說 我們賺的錢也應該要費一點給員工 至少每年加一點薪 他拿了一掃 他拿了少一點 我們股東拿比較多啊 不是嗎 甚至有一些公司更有良心 他覺得員工才讓公司有錢賺 所以員工拿多一點 股東會拿少一點 這種人在台灣企業業 幾乎覺得沒有這樣的人 沒有這樣的人 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五花 所以把高層跟底層之間的差距 越過越大 因為拉越大的話 上面跟底層跟底層就分崩了 就分得分崩地層 大家都不會同心 不會同心的話 員工只是段時間 時間到晚就離開啊 明明有一筆聲音差了五分鐘 差五分鐘我就 我就晚下班五分鐘 可是他不願意去付出這個 所以這一切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 好像了解這樣的道理 願意這樣去做的企業組 好像不多 那我講完這個以後 我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啊 那我現在談一下李嘉誠 花一點時間來講 李嘉誠 全球最富有的華人 那麼他接受訪問 反正他的領導工友的時候 他曾經有一次 接受訪問他就做出很多的錯誤 然後把考慮的東西給大家看 他說我會不停地研究 每一個項目 在面對可能發生的壞情況之下 所出現的問題 所以我往往花90%的時間 考慮失敗 各位同學 大部分人都花90%的時間 考慮成功 考慮我如何才能成功 所以下手的方向 都是從成功的方向下手 但是以加成下手的方向是失敗 有沒有不同 不同在哪裡 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我們都是用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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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用什麼方法 你都是直接下手希望能夠成功嗎 對不對 哪有人研究失敗 沒有人希望失敗 那你研究失敗的意義是什麼 不要等到下一次 我這一次就不要失敗 所以我要好好研究失敗 所謂研究失敗是 我不希望失敗 因為我研究失敗 我才知道說 這件事情可能發生失敗的地方 有好多好多好多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他每一個就是發揮想像 你發揮他過去的經驗 很仔細小心的去研究 每一個環節可能發生失敗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好好去研究他 所以叫做90%直接研究失敗 這算多算成勝嗎 當然是算 沒錯 就是多算算 是屬於同樣的 所以他能夠在事前 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能夠算出哪些地方可能會發生錯誤 哪些地方可能會有意想不到 所以我要列出幾個準備方案 可是我覺得 他是因為資金取得便宜 而且他資產龐大 所以他例如說 他只要確定這個投資報酬會10% 然後他把風險降到0 那他去取得1%的成本資金 他就有9%穩賺的利差 所以大部分的創業者當然是朝樂觀去想的 當然那個失敗也要考慮啦 只是說對他這樣的資金規模來講 他這樣的操作是對的 那其他人就不見得要那麼放好 你的意思是如何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是行業的問題 其實他這是對的 也符合個人的投資的哲學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並沒有這樣足夠的資金規模去不冒險 OK 一定要很多資金才適合用這種方法嗎 如果很多資金的話 因為現在利率太低嘛 現在各國央行都把利率降到1% 所以讓資本者有相當的利差可以考慮 那如果我們有很多資金 可是我有很多時間 我很多人 我就不適合做這種事 你意思是這樣嗎 嗯 可是我資金很多了 便宜的時候可以這樣 不便宜的時候我就不要這樣做 你們看法了 花90%的時間思考失敗 是說 不是叫做保守 這是因為我們人們對於失敗 很貴不順 你要知道我們人啊 從小到大 在每一次的陣仗當中 有成功有失敗 你可不可以回去回想到 你失敗的原因有多少 失敗的原因太多了 而且更多的事都是土魯其來 事先沒有料想到的 有很多是內在 是自己準備不足 自己情緒不控 有很多是外在的 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才生失敗 所以如果大家能夠體會到 失敗是太可能發生的 你只要任何一個環節發生錯誤 他們說車子沒有準時到 他們說我們去結婚 辦一個婚禮 不是說好要十步車子要到嗎 你的best man 開十步車子每一個人都要開黑色老 聽到來 昨天整個大門會 聽到來 這件事容不容易達成 告訴我 容不容易 這些簡單的事啊 跟十個best man講好 九點鐘都要開黑色 而且通常要開那個什麼 V字頭的 都講好 會不會產生差錯 容不容易產生差錯 告訴我 發生差錯的可能性太多了 他闖紅綠燈 結果被警察 spinning抓住 就發呆 或者是他發生小摩擦小差錯 或者是他 哎呀昨天我要講好那部車 我明天要用結果被 被我的弟弟開出去了 看到沒 所以今天就要開一個白色的車子 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要去辦婚禮 要去迎接新娘 十部黑色的車必須要通知到 而且車子每一部都要洗過 你有做到嗎 每一個人都有做到嗎 這是很簡單的事 就這麼一件事情 就很有可能發生錯誤 所以導致你迎接婚禮 就會露出一些瑕疵 很多的問題 甚至在誤了兩成 對吧 所以容易產生錯誤的可能性 太多太多了 各位同學 結果導致失敗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想說 哎呀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故意周到 那地方就怪哪一個人 總之事情失敗了 但是一個真的會做事情的人 他是不會這樣做 我突然想到這個 高志銘易美的董事長 那天參加國宴 一個人坐在一個餐桌上面 對不對 那事情發生以後 我們外交部長不是說 我已經道歉很多次了 道歉啊 那一次兩次道歉啊 那你們還要怎麼樣 那意思是這樣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唐唐外交部所有的公務員那麼多 為什麼會看不到一個高先生 一個人自己坐在那邊 而且沒有立刻採取更正的行動 就這麼一件很小的事 這是很小的事 做位子的事 如果你家辦公 你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嗎 不可能的事情啊 而這麼一個很簡單的事 你都搞了外交部灰頭土臉 那國家形象不好 又再一次對公務員造成重擊 有太多太多這種事 我們在現在的國家裡頭 任何地方都會產生差錯 任何地方都會導致失敗 你可以去好多好多的歷史 所以為什麼不從成功的角度去思考 為什麼從失敗的角度去思考 這個東西不會關乎什麼行業 不關乎你資金多寡 不關乎地域高或低 因為這是一種人生的attitude 這是一種基本的哲學 做事情的philosophy 你會認為他很保守 可是他大部分都成功了 所以他說啊 我從不直覺 靠直覺來投資 而是仔細研讀他們的財報 研究他們的商業規則 所謂商業規則 就是研究他們的philosophy 他們怎麼做決策 那你研究他們怎麼做決策 事實上你就是研究這家公司 就是他們的靈魂 那你研究這家公司的腦袋 你常常會掌握他們 你常瞭解他們 最漂亮的賬 其實都是一場事前 清楚計算得失的賬 好 好謀而成分斷志士 不急而述 無為之 不知道各位同學看到這四句話 感覺如何 好謀而成喔 什麼事都 都非常 小心的 事前都要做規劃 好謀 謀一定在事前 事前都要謀 謀化一番 他有沒有可能 在那個時間 交出一千萬出來 做不做得到 他滿火說他做得到 可是根據我對他了解 他分明應該是有困難啊 他不見得能夠那麼爽快 能夠一千萬到位 可是他為什麼滿火說他做得到 你要不要去了解一下他的狀況 因為他是你的partner 所以你應該去了解一下 你沒有好好了解 他講話我就相信他 然後事情垮了 很可能就垮在那一千萬面上 所以這是一種philosophy 這是一種attitude 所以好謀而成分斷志士 每一段每天要做好他應該做的事 分斷志士 不集合術 每天都做好他應該做的事 所以他事情 時間到來他全部完成了 一點都不會感覺到很rush 都不會感到他很hurry 想到每天都做他應該做的事 所以說無穩而至 看起來像他沒有做什麼事 想他做好 這是李先生的哲學 他說我們在全世界的 MBA program裡頭訓練出來 有不少MBA都是知識漂亮 但是死不出力出來 什麼意思叫死不出力呢 什麼意思叫死不出力呢 簡單來講 死不出力的就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能幫老闆解決什麼問題嗎 現在我今天開一個消息 說我們台灣的第一流的理工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 他的第一份工作 大學畢業業以後第一份工作 大部分都做什麼工作 都做生產器具機的校正工程 所以月薪大概只有指望 然後他問了一句他說 不知道北京清大跟北大的同樣的理工第一流的學生畢業業以後 他們第一份起薪工作是誰的工作內容 不知道 可是他知道在美國 同樣的理工背景的第一流的學院畢業出來的學生 他們第一份起薪工作 他老闆願意付給他十萬美金 這並不是新聞 你看在美國同樣練電機系 Under大學不畢業 我不是講博士 他們的起薪至少是七萬八萬九萬十萬都有 我想是美金 如果是十萬美金的話 可以三十三百萬新台幣 所以十二個月一個月是兩百 一個月是二十幾萬 將近十萬 這是美國練電機系 大學部畢業生的行情 那為什麼他們公司老闆願意付給他們這樣的薪水呢 同樣的老闆今天在台灣 台灣的畢業生畢業業以後 第一份工作幫他們調那個生產器具 學那個東西 可是同樣的老闆到美國開公司 雇用美國的電機系畢業生的話 他就必須要付給他一份薪水 年薪三百萬的工作 講的是新台幣 那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說我們台灣的畢業生訓練出來了 他能不能夠有力量 就是這個力量 所以使不出力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沒有辦法幫老闆解決他 非常需要你幫他解決的問題 就要使不出力了 所以同學們要自己問自己 今天如果人家給你一份工作 你能不能夠幫老闆解決什麼問題 那你幫他解決的問題 他當然願意付給五萬六萬 七萬八萬的薪水 所以李嘉誠他是看很多的MBA 他們會做什麼 做分析 好電腦 好軟體 做出一些趨勢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出來 可是這種東西很漂亮 但是呢他說 使不出力了 他沒有辦法幫李嘉誠解決問題 李嘉誠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呢 知道嗎 所以 美國的MBA學界也不斷在檢討 他們訓練出來的MBA學生 都非常強調分析能力 所以數量的分析啦 電腦啦 軟體啦 統計啦 還有一些市場上頭的分析 很多是靠數據 但是如果把一個部分 交給一個MBA學生去管的話 這裡頭就很多的問題產生了 所以根本的問題是說 MBA的學生只能夠解決他眼前電腦的問題 他似乎沒有辦法很快就可以幫公司解決 重要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有的共識 所以美國現在MBA學生不斷在做一些檢討 也很多學校開始推出很多不一樣的課程 不再強調以前那個分析啦 市場的分析 Data的分析 資訊的分析 不再再強調那個東西 要強調很多組織的 內部的還有跟顧客服務的那些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使得出力量出來的東西 然後他說第一個是誠信 第二個是自強不習 第三個是要追求 真的要追求知識準確的訊息 大家聽聽看李佳神這樣的講法 跟大家所認識的商管方面的習以為常的一些方向 是不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有沒有同學要發表一下看法呢 繼續說 你一定要先想到失敗 同學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做生意的話 就是未買先想賣 這是李佳神說的 沒有進軍之前你要先想到退路 這已經成了他人生的一種哲學 還沒有前進之前先想到退路 講這些東西會不會太深啊 還是差不多 對我們同學來講差不多 那你看這段文化 真的是 從1950年他自己創業以來 60年來他開了公司 從來沒有遇到一年的虧損喔 沒有任何一年虧損喔 他說歷經兩次石油危機文化大革命 亞洲金融風暴 它企業卻能夠橫跨無數的國家 由塑膠大網走向地產大網 涵蓋零售流通 國際貨櫃碼頭 香港電力化妝品等等 未來更可能成為石油巨破 李佳神每跨入一個新的產業 雖然不一定是產業的先行者 卻總是能夠先持得點 這個東西看一看 不是只有金融業喔 不一定是資金便宜的時候喔 它的基本的哲學 不受到環境 不受到產業的影響 所以我才每一次都跟我們的同學強調 這種國務的態度 就是90%直接思考失敗 而不是直接思考成功 所以各位事實上這兩件態度是同樣一件事 我請問各位先生老闆 什麼叫成功你把它拿入獄 什麼叫失敗你把它拿入獄 你拿不出來什麼叫成功 你拿不出來什麼叫失敗 可是事實上他們講的同一件事 就是你在做的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而已啊 什麼叫成功 什麼叫失敗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叫做 就是你在做的事 看你在讀書這件事 你考試這件事 你考證照這件事 你考投資這件事 你把這件事做好的叫成功 把這件事沒有做好 就叫失敗了 不就是嗎 哪一個東西叫成功 哪一個東西叫失敗 某其中感情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針對的不是成功 你應該針對的是 想辦法把這件事會做不好的 會失敗的所有的面面向下 足以考慮 足以排除 因為導致失敗的項目 所形成的集合比較大 還是導致成功的集合比較大 哪一個的集合比較大 哪一個集合比較大 到達失敗的集合大多了 所以他花最多的時間是 要去思考哪些是可能失敗的原因 我們一般人卻是思考說 這件事我要想做才會成功 就是想很多的法子 很多的變相 可是這樣一思考呢 有一點 有一點一廂情願 就有一點想那個比較快 我們快讓他成功 可是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李嘉誠的想法 他就想說 這件事有可能失敗的地方 有可能滿心 我把它排除掉 排除了失敗的所有的原因以後 你不就成功了嗎 所以只是 雙方的過去不一樣 同樣是 一件事情 成功的這面貼進去 失敗的這面貼進去 它是往往都從 失敗的面貼進去 大部分人都從成功的面貼進去 那我再請問各位同學 這兩種approach 會有什麼不一樣 願不願探討一下 失敗的資格比較大 失敗的集合合法 所以去研究失敗 比較費力一點 比較費力一點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做費力的意思 很好 那第二部分就是 知識漂亮使出力 這跟那個練武所不一樣 知識漂亮就是招式 招式比較容易學 但是使出力是內力 內功比較容易學 是 內功要蹲馬步 蹲馬步要流很多汗 如果說汗 每天蹲兩個小時 動都不動 一稍微走歪的話 似乎一個掛子就過來 一個掌子就過來 所以你講得很對 就是你如果從失敗面進來的話 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花很多時間的 我覺得考慮失敗 也順便檢討自己的優勢跟劣勢 如果只考慮成功 我們看到這是成功的果實 所以會忘記自己的position 所以我覺得考慮失敗這件事情 應該是認清自己 剛剛講到那個內力我很認同 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有點類似 這個知識漂亮就是 我們讀了很多拳法 但事實上我們需要 九陽真經跟九陰真經灌點一下 才真的使得出武功 那要苦練 苦練的方法是什麼 苦練的方法就是從失敗面下去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想要成功 沒有人不想成功 其實這邊就透露了成功的 這一條路徑 就是從進而後 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養成一種 從失敗面去下手的水到水 你如果從成功面去下手的話 比較簡單啊 我想 我想像一下 這條路應該怎麼走 怎麼走 好 就可以達到那下 對不對 那你如果從失敗面下手的話 不管我走哪條道路 現在今年是什麼月 現在是什麼月 現在是年宵過後 年宵過後應該比較不會開 可是現在比較沒有下雨 沒有下雨的話會成了什麼狀況 所以開車子的票怎麼樣 我就注意到很多什麼事 這只是很簡單的理由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一思考 你就會想出很多 你平常想不出的一些問題出來 那你才真正在解決問題 正正在面對一個事業 你在經營 所以這段文字啊 就提醒我們年輕的孩子們 你面對人生這麼浩瀚 這麼千奇百怪的 各種變化各種可能的一個人生 怎麼樣去市面學堂 給一個很好的人 知道嗎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知識漂亮 死不出力了 有沒有感覺啊 這段文字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我感覺 老師 其實我現在有很深的感觸 因為我一直 這幾 這一個月以來 我都一直在失敗裡面 處理一直在考慮失敗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在從這一段期間 一直在找尋 不斷的找尋成功的方式 我可以去分析 我確認可以去把所有學校 有關於學校的任何一個拔角 全面換出來看 其實這一陣子 這些話對我來說是 幾乎是 就是這樣的狀態 是這樣的狀態 等於是舞雷轟頂的狀態 人只有處在一種失敗的狀態裡頭 他都會反省 我為什麼會失敗 對不對啊 這話講的對不對 可以嗎 在成功的環境裡頭 他只會想到失敗 他會覺得失敗不屬於我 所以他會越走越高 然後就會養成傲氣 就是目瞰一切 就會以為世界上 最大人來講都很簡單 我IQ152 我真的了不起 我都簡單 所以我話就亂講 就寵了很多的 沒有必要的 這都是太順的人 才會感受這樣的事情 所以人只有在什麼情況下 他才會學得最好 就是打回到你的原地裡頭去 好好去反省這段時間的一些經歷 你才會學出很多 會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 所以有一句話才來講啊 失敗是人一輩子當中最偉大的老師 誰教我們教最多的 那個人是我們最偉大的老師 那個人是誰 誰教我們教最多的 告訴我 誰讓我們成長成長的最多的 那個人就是我們一輩子當中最偉大的老師 不是嗎 不是嗎 那個人是誰 失敗 那個人的名字叫失敗 你仔細回想看 那這話就不可以 所以每一次的 不管任何事情的失敗 只要你願意誠懇面對他 你都會成長非常多 教你教到最多的 那個人叫失敗 所以李嘉誠那個90%的時間 思考失敗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會了 所以以後我就不再從成功面來思考問題 我從失敗面探討問題 所以這變成他的態度 他的回到手裡 因此這樣一來的話 他對人生會產生什麼樣的不一樣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一樣 以前從成功面來思考 跟現在從失敗面來思考 除了失敗面比較累之外 各位看加藍派 他會有什麼不一樣 從失敗面來看好問題 他會什麼 比較謙卑 比較謙卑 喔比較謙卑 這個就是 有實際實際經驗的人 下水都講 沒有錯啊 因為你從失敗面去下水 你人就不會傲氣 你會知道世界 真的是無奇目有 天高地厚 人家不能冒我們年輕人 不是天高地厚嗎 就是這個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所以人會比較謙卑 還有沒有 從失敗面來走走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比較誤實 是啊 誤實 謙卑 沒錯 還有沒有 會珍惜 會珍惜 這沒有錯 還有沒有 不是說你們講的答案不好 我是覺得還不夠好 可以再更多的 還有什麼 什麼 融合 融合 OK我舉一個例子 李嘉誠啊 他什麼事情都事先準備好 對不對 為什麼事先準備好 因為他花90%時間準備失敗 對不對 所以他什麼事情都能夠事先準備好 大家看一下 他說啊 任何事業 都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平衡風險 一凡風俗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在事業上 遭遇過不少各方面的起伏 我常常記者事上不常勝將軍 所以在風平浪靜之時 不是像一般人 take a rest sit back have a rest 而是什麼 好好計畫未來 風平浪靜的時候 平時每天都是像在打仗一樣啊 每天都在好好計畫未來 仔細研究可能出現的意外 和解決的辦法 所以 至少他的方案就多很多 不只像各位剛剛所講的 我會比較融合 我會謙卑 我會誤取 不只是這樣而已 他的好處太多了 他可以讓你養成 有各種方案 因為你平常都準備好啊 很多的方案在那邊等著你 你把它準備好 什麼事情發生以後 打個電話回去叫我秘書 打開第三個抽屜 第五個夾子 第三層 右邊那一格 把那一格的東西把抽出來 看到沒 準備好 這叫做準備好 那這個準備好是怎麼來的 就是在風平浪靜的時候 他就不斷地做研究 在做計畫 所以在不景氣的時候 可以大力發展 就是因為我在旺盛的時候 就看到市場有潛伏的危機 然後他說這是需要 具備什麼條件的 他說關鍵在於 要做出準備功夫 良力而為 平衡風險 機會來的時候 就能在適當的時間 做出迅速決定 所以做決勝會非常快 這就是另外一個好處 方案很多 出手非常快 所以什麼叫不急而數啊 平時做很多 他每天應該做的事 看起來一點都不急對不對 什麼時候很快 什麼時候速 機會來的時候 機會來的時候 他出所比任何的時候快 因為什麼 因為他準備好 真的是準備好 這個同學 所以有一次啊 有一次在1977年的時候 香港的西爾頓酒店要賣 他們做出的決定在下午大概四五點多的時候 當天晚上呢 李嘉誠去出席一個酒會 跟這個德州酒店 跟這個西爾頓酒店是不相干的一個酒會 結果他在後面就聽到 他旁邊聽到 有兩個外國人老外在交談 講說那個德州老要賣他的酒店 他一聽了以後 他酒杯一放 他立刻就走出去 把車子 讓他的司機開到那個 西爾頓酒店的 會計師去 他在講說 我要買你酒店 他在會計師主任天下一條 李先生 我們是在一個小時以前 才做出要賣酒店的決定 你怎麼會一下就知道 而且你能夠如此 快速的做出決定 你立刻要買這個酒店 這個不是小的投資而已 就是這個地方 這裡頭有一個問題 他怎麼知道是西爾頓飯店 西爾頓酒店 因為他聽到德州老 德州 美國的德州老 在香港開酒店 只有一個人 那個名字叫西爾頓 他連這個都知道 所以他立刻知道 這是西爾頓酒店要賣 而且他要比人家還更快 我就會被人家搶走 他為什麼能夠 如此快拍下 拍板定案 因為他平常都已經學好了 下回如果有機會 德州決定我要併購 西爾頓決定要併購 哪一個地產 哪一個東西 我準備要建 每一個方向都準備好了 一有機會 立刻出手 這叫不及而數 知道了嗎 要學學人家真正成功的人的做法 各位同學 這叫做不及而數 看起來好像沒有比人家快 可是出手 卻可以比人家還要快 為什麼 因為後謀而成 為什麼 因為分段就是 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他沒有做什麼事 可是他一出手就比人家還要快 所以他才會說 一場最漂亮的帳 都是事前 清楚計算得失的帳 所以 事前一定要吸取 經營行業最新最準確的具體 知識和技術 和了解各個行業有關的市場動態 還有深思熟慮的計畫 讓自己能輕而易舉的 在競爭市場上處於有利的位置 你掌握的消息 機會來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有動作 知道了嗎 這就是成功的方法 各位同學 這個方法就是孫子兵法裡頭 第一章我們待會要講的方法 平常 他會不停的研究每一個項目 要面對的可能發生的壞情況之下 出現的問題 所以他往往花90%時間考慮失敗 這樣是很累的 沒有錯 因為他面對可能各種狀況發生 他都有意義之道 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說 從1950年以來 長江實業並沒有遇到貸款緊張 從來沒有 長江實業上市到今天 假設普通拿了股息 再來買長石的話 賺錢已經是2000多倍了 就是拿了股息不再買入長石的話 股票也超越1000倍了 就是成功的方法 各位同學成功不是靠運氣的 有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來上課有什麼收穫的話 這個就是你最大的收穫 應該是你最大的收穫 不要讓自己只是一個 知識漂亮的人 滿口洋文 滿口和講英文 滿口透了很多的知識 可是這些知識 用不上你的經營上 用不上你的人生上 這種知識是空的 是死的知識 所以要怎麼樣去 改變自己的生活 改變自己做事情的方法 今天這個地方 所以值得大家好好去做 應該有很多問題的 對啊 可是別這麼改變 那樣子 是 那我覺得我們就是 我覺得說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 在編曲厚司的國體有部分 可能就是像知識漂亮部分 我們在國體可能就是 產銷人發財的這幾項 但是其實他 那一個例啊 其實在新子冰法這邊 導師這堂課 不會讓我們學到 這個例的 加入那個決策 成立 增加那個力的頻道 對 讓自己變得比較有內力 那要很清楚 要常常蹲馬波 平常喔 做俗準備公司 請問一下我們平常都是什麼度過的 先反省自己 我們平常都什麼度過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平常都度過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平常最關注的都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不是像李嘉誠一樣 平常都對他經營的事業 所有的範圍內的 所有可能的動態跟資訊 以及新的技術的出現 新的市場的動態 或是掌握的新一處 所以他旁邊有很多好的人 那我們是有度假果然一個人 那我們應該做什麼事 比較好好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我平常應該做哪些公司 跟他們做主一些準備 機會一來我立刻就可以出手 你的機會是什麼 你的機會是哪一家公司 要徵人 你最想要去哪些公司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只是因為他薪水高嗎 還是你最想要記錄的行業 最好的公司 最有希望的公司 你最能夠成長最好的公司 那家公司能夠提供你最好的夢想 實現的機會 你這些東西都搞清楚了 哪幾家公司是你的首選 機會一來你立刻可以丟出履歷 你立刻就可以上場 機會一來你立刻就可以給他滅台 而且你滅台他一定會聘用你 你可不可以做到這樣的準備功夫 哪一天他給了你怎麼樣的機會 你立刻就表現很好 就是同樣的概念 對年輕人同學有什麼 有沒有感覺啊 還是你早就已經這樣做了 所以你沒有感覺嗎 你一定是如此嘛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什麼感覺 大概是 我早就已經這樣做了 你講這個有什麼了不起的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是這樣 那我真的為你扣戰 明白 這就是李嘉誠的filosophy 而這樣的filosophy 事實上是從孫子兵法律 我覺得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了孫子兵法 才得到這樣的領域 但是事實上也被發覺 事實上是同樣的概念 現在回到孫子兵法來 在第一篇裡頭 實際篇的後頭的部分 他說 將領啊要是能夠聽從 我這樣所提出的這些計算 這些計畫 這些考量的話 你就把它給用了 你應用這樣的將領 用之會畢生 就留下來 那如果將領不聽 我的這樣的計算 我到目前為止計算 都是講內部 道天地將法 七計 主俗有道將俗有的 天地俗的法令俗定 陰眾俗強 這個 四族俗戀 賞華俗米這些東西 到目前所談的 通通談道天地將法的範圍 就是這樣 作為一個將領 開戰前應該考慮的範圍有哪些東西 統統考慮了 這叫做我的計 將領要是能夠把我這些計 聽進去 你用它 就絕對不會錯了 但如果他聽不進去 他不願意採納的話 那無王合理 他是這段文字 對無王合理說的 他說你就不要用它 如果聽得進去 你就用 聽不進去 你就不要用 他說 這樣做 然後 記力以聽 乃為之事 一所奇怪 記力是對內部 對全體來看 就是 道天地將法 這樣的力 記力以聽 這樣都聽了 ok了 就开始要去着眼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这个层次是外面的事 就是要想到去创造出 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形式出来 这样才能够对我们的外在 能够产生很大的辅助的作用 什么叫做事 事就是按照利 按照我们国家想要取得的利 而去设定的各种的权谋 各种的一些变动 一些临时应变的计划 所以一个军队的打算 不只是内部 还要对外 所以对内是一个 然后还要对外 是先内还是先外呢 要先把一群人内部 先把他给整个海择 然后同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同时在思考外在环境 对我们也没有利 那如果没有利的话 那我们想办法去创造他呀 还要创造出这个事 这个事呢 因利而治权的意思 按照利益的走向 按照利益的 他的趋势 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东西是什么 回去制定他应有的权变 和作为 不能只靠契机 还要靠求之于事 重点是 要让我们的事 是实的 让敌人的事 是虚的 所以他讲的是一个 一个大概 大家知道哈 这叫做 纪律一 乃为之事 一左其外 事的特质啊 它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用亚当·史密斯的说法 就是一种 Invisible hand 可是他有很大的 主导的作用 因为人人啊 处在这样的一个市里头 人人都不由自主 因为哈维斯说 现在利率低了 准备要上升了 所以现在开始 所有房地产百业 石油 美元 台币 所有国家的货币 都开始在贬 是不是 可是美元上升的话 大家又怕他可能会带动 所有的货币 要跟着上 所以利率呢 也纯属欲动 那所以我们对于眼前 我们的物价呢 每天的波动 一方面是石油在下降 一方面是利率可能会上升 这个一方面货币在变 所以啊 每天啊 都处在这样的 大的金融环境之下 引导了我们每个人的薪水 口袋里头的钱 以及未来的消费的情绪 所以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市 谁能够免于这样的形式呢 所以市 是佩然莫自能遇的 市是每人所处的大环境之下 每个人一定要顺从的 个人要顺从 企业要顺从 国家也是一样要顺从的 所以市啊 是最大的力量 市是什么呢 市呢 是超越时空的 而且是隔空影响的 听到Apple的名字 立刻后退三步 你你你你你你碰到Apple 没有你手上不是没有用Apple啊 可是听到它立刻闻风上台 对不对 看到没 这叫它市哦 你人在台湾 你一听到Apple 列宿来几句 马上从你去做起来 看到没 Apple啊 Apple让你去面谈啊 告诉你晚上一定睡不着觉了 对不对啊 市就是隔空的影响 市通通是超越时空的 所以为什么品牌的威力如此大 为什么大家千辛万苦 去进一个品牌的力量 因为它无远佛界 超越时空的 知道吗 而且超越 你说现在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你会听到 以前的明军 以前的帝王名字 你也数量起今啊 对不对 隔空 超越时空的影响 所以市都是属于这种问题 所以这种影响非常大 又长久 又非常广泛 因此呢 要学会怎么去使用这个市 这个叫造市 创造有力的形式 那我的研究还不好啊 可是我会提供一些小小的看法 给各位思考 市呢 是要会用空 实际的东西啊 实际的东西呢 你会接触到它 还没说这桌子会接触到它 看学 这不叫市 这叫力量 所以力 是你有接触一下产生的力 市是什么 跟空的 所以远距离可以影响到市 近距离的话 你反而会觉得摆文不如一见 因为觉得 你不如谁 一跟他接触 这个表面还是蛮滑的 这个表面还是 这是力量 力量是接触以后才才得到 市的话 不用接触 隔空就可以体会到 他那种非常巨大的实力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 知其事 而后用其力 所以你要力量 要吹出去之前 先了解他的走向 了解他隔空之市 所以市呢 它的内涵是空 空间 没有 近 不理这种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可以体会到它的市 这是我简单的一个机会 给各位参考一下看看 你要用市 你要学会用空 看看有什么机会 那孙子呢 非常强调市哦 孙毕也非常强调市 因为市啊 都是远距离打仗 品牌的威势谁不喜欢 经营来经营去都是经营的市 所以全部都打落到品牌经营上 创造出一种隔空的 无远弗界的一种超远的一种力量 所以啊 试片里头我们在第五篇会讲 他说散散者求之于是 不责任 不能责任而认罪 所以最最应该求的是什么 不是人才哦 还不是人才哦 所以你在用人上头要顺应行事 所以最应该求的是那个事 最应该经营的 最应该寻求的是那个机会 所以是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来讲就是一种机会 就是一种是 你怎么去寻求那个机会 寻求那个是 然后搭上那个是 的一个 一个飞机 然后趁是而下 就可以让那部飞机像是一样的东西 在你翱翔 翱翔世界 所以善战者求之于是 不责任 因此这里头对一个将领 对一个领导者 对一个经营者来讲的话 你要随时随地养成一个官室 观察形势走向的一种功力 一种功夫 这叫做 才能够做善战者求之于是 不责任 这是孙子非常强调的 孙必也一样贵是 贵就是非常看重 孙必贵是 孙子 特别把是 这一篇特别把 别出来 叫第五篇 是篇 所以这事 有多重要吗 现在的人都知道 是的重要 可是你知道 孙子是2500年以前 所写的孙子的一篇 在他那之前 没有人讲是 所以他这是话时代的 即使到今天 是这个字 各位同学 英文里头哪一个字叫是 趋 趋叫趋势 不是叫形势 地势 force force 是第一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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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道路 道 是 西方文化没有这种概念 对不起 那西方有很多的概念 我们东方没有了 一样了 这都没什么稀奇的 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在讲 是 然后要形式 要地式 要权式 要有什么 很好的一个形式 占领 非常好的位置 这都是式的概念 他这个式才能够发挥出 抗建的无形当中的力量 形式 地式 权式 地式 都是为了要善用这个式 所以啊 你要是站在一个非常好的式的话 这个式发挥出来的力量 就胜过千军万马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式 然后才 看清楚力量要怎么湿出去 所以一定是先远而后进 因为式是管长远的 力量是管 接触以后才发出力量出来 不是吧 所以知其事 可后用其力 因此善战者一定要先求之于是 然后呢 再想把你什么样的人才 运用在什么样的形式上 让这个人才的力量 真正顺应这个形式去发挥 对要养成自己观察形式的这样的修为 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 对一个领导者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们在管理学里头 除了讲说你要观察 你要了解整个世界的趋势之外 趋势是整体的 你还有办公室里头的事 对不对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事 还有某一种知识所带来的事 这个都是同学可以特别留意的地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力量 有非常大的力量 然后就有一番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英雄比较大还是形式比较大 英雄之所以能够创造那个形式 所以那个形式适合他来发挥 对他在那个时势下他发挥出来了 如果没有那个形式的话 他听到无几啊 没什么了不起 很多历史上的了不起的人 你把他放在今天台湾这种环境 他就没什么力量 就发挥不出来 懂的意思吗 可以相信吗 好 所以事比较大 形式当然胜过人啊 形式比较强这句话你没听过吗 人比较强还是形式比较强 形式是整个世界 所有千千万万的众生 一切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加大在一起 创造出这样的网路的形式出来啊 所以网路的形式出来 有人搭上去了 有人就可以成为婉军啊 你会成为在网路上头 可以呼风发雨了 是不是 今天要是没有网路 他要怎么能力 所以形式造英雄 我都看吧 你听听看他有没有照 是最重要的 所以对我们的人来讲 想要做事业的人 想要成功的人 应该学会看形式啊 学会找机会 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观察 去了解事 远方的事 技术的事 商业的事 世界经济的金融的形式 国与国之间 国际政治的形式 国内的事 办公室里头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事 观察观察 这就是求之于事 我们下个休息片段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